过去张女士在最低谷的时候 她不想思索地拽住郭先生这根救命稻草 如今当进入现实的生活 她发现郭先生没有能力带着她离开这个伤心地 过上她想要的生活 理想和现实在张女士心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开始让她焦躁不安 你在家里你什么都不干 我以前在家的时候 我要是在家回家忙着呢 她把做饭 她要忙了我做饭 我下的苦力啊 晚上七八点才回来啊 我哪有精力啊 已经累疲惫了 张女士虽然一直强调要忘记过去 可是在她的脑海里 却始终存在着过去和前夫生活的影子 以至于让她对现在身边的这个男人 越发的失望 这样的情绪持续在她心里发酵 直至爆发 生活再次陷入困境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也更没有想到 郭先生会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开 有一次我俩吵架嘛 她走了 走的时候再下雪 下的雪还非常小啊 不是很大 不但很大 都晚上越下越大 晚上越下越大 我打电话 她在电话里边 学到特别难听的话 我都想 我这事实给砸光了 天天超级 本来有了她 我都想慢慢地 塞了她 能改变我的身份现状嘛 非要她说一些难听话 下了大学的时候 我带她雪地里 我一个人带她雪地里做 为这给咋办呢 我以为 为这肉给咋过了 现在是迷茫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俩吵架的时候 她呢 有着塞过 有着咋玩了 我还在她身边 她就脾气笑不下去 我想到我出去走两步 这是经常会发生的事吗 对 郭先生的意思就是 我并不是丢下她不管 而是我离开 是最好让她平静的方式 对 你越讲越急 越讲越急 当时我亲身的念头都有了 我意思是 我发不得是 你别生事吧 让我发吧 发出来了 也许我心里好受 一份的是我都能平静 他有时候他不说 他在家 给这也砸了 给那也砸了 电视也砸了 这东西全敲光了 当时我听了呢 我都感觉非常难受 咱们这么来说 假设你在认识他之前 你正在走一段 很黑很黑的路 然后这个时候他出现了 你希望这个人 郭先生是可以跟你一起 手牵着手 共同走完这条黑暗的路 还是希望这个人 他能成为一盏灯 可以把前面这个路照亮 我希望 他能陪我走过来 最后我俩一起点亮这盏灯 现在你觉得 郭先生 陪着你走这个黑暗的 这条路 他做到了吗 做到了 点亮这盏灯 还没做到 还没有啊 郭先生 你觉得过去那些事情 给现在点亮这盏灯 带来了多大的阻碍 应该有七成 被过去所影响 对 他的问题 现在再也有 百分之五十吧 剩下的百分之五十 都是过去最大的痛苦 他就是没走出来嘛 走不出过去 也开始不了新的生活 张女士纠结迷茫 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也不知道 谁能给他希望 孩子 能给你带来力量吗 主持人张婷提到了 张女士的儿子小吕 那么她是如何看待 过去所发生的一切 她又能否给予母亲 振作的力量呢 妈妈这些年的痛苦 小吕能感受得到的吗 我觉得我妈就是 她一个人在家里 太压忌了 没有人能开一个心理安慰 这是很主要的 为什么会这样 我妈妈她本身 就是个表达能力不强的人 然后呢 她又是精力那么多 她心理的一家问题呢 她又收不出来重点 然后呢 也没人帮她解决 我觉得 如果你能够表达清楚一点 你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呢 我可以陪你解决 妈妈有没有跟你 就是直白地说过 说儿子我想知道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妈以前有跟我聊过 我也想跟她说 但是 我就是在等她 能够放下之后 等她能够 以平静的心情 对 再回忆从前 对 她能够提起来的时候 不是很伤心 很伤心那种 我就可以跟她讲 这些年 我想你看到妈妈 你是很心疼的 对吧 对 她会觉得 是因为我自己 没有能力 所以才会 后面会发生这些 所以女儿才会离去 所以她对自己 会有很多很多的埋怨 否定 小绿我想 心里站在儿子的角度 你回应一下妈妈内心 对自己的这份自责 你告诉她 你们会怎么看 妈 这个我真的 从来没有怪过你 我又不希望你多少能力 我就说 咱们儿子都过好就行了 你幸福就好了吗 行 行 能不去想她最好 但是我说 如果说真的是 让你一点不想的话 真的是可能你做不到 做不到 我做不到 绝对做不到 那毕竟是我 如果从郭先生的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 你觉得会给他带来什么 我妈跟我叔这件事 我聊天的很少 你怎么看这个郭叔叔 我觉得我叔他人挺善良的 就是说没有特别的能力 不会去引导这个家 但是如果说 他对这个家的这份心 还是很好的 是希望叔叔再努力一点 还是希望妈妈 可以先不要那么着急 妈呢 就是说 过去的事稍微放一放 然后呢 自己呢 也收下自己的脾气 毕竟两个人在一块 都不容易 我叔呢 也能给我妈 有点心理安慰 就是说 凡事能挡一面最好 对 这样他两个问题 都能解决 我再问一下张女士 现阶段对你来讲 真的走出去 比什么都重要吗 我这一段时间 包括这几年嘛 过得非常迷茫 去这种情况嘛 我心里也是非常着急 是觉得他扛的还不够 还是 应该是我扛的不够吧 就是扛的不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